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VONE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COLA的WINKER 陳永佳 我的新歌《夏回分架》已经出来了 MV也出来了 今次有我和蘇道哲一起去作曲 MV也去日本拍 有多美景、英俊和美女 还有本日记簿也在里面出现 如果大家想知道里面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就快點去聽我的新歌 拜拜 不要拜拜 今年第一首solo歌 還自己下手下腳作賣曲 一定要和大家開心分享 什麼解救坐坐下電車 都會有創作靈感降臨 我就看到最車頭的位置 坐了一男一女 他們算是很正經地坐 肩膊跌,鐵膊跌 沒有太多親戚的舉止 但我自己的畫面 就會覺得很sweet 不知為什麼 可能因為天氣冷 是戀愛貴子 我覺得很sweet 但我想一下很sweet 其實人家是否真的那麼sweet 因為我經常都少劇場在路上 如果他們未必是拍攝 未必是一個情侶 是曖昧的階段 他們很緊張 所以坐得很正 他們很緊張 所以沒有很自在地聊天 我會有很多小劇場 於是我就開始有些melody 在腦袋裡 然後就馬上錄進手機 而且我這首歌 其實最主要想帶給觀眾 或者帶給我自己的聽眾聽 就是我會想他們可以 邊聽我的歌的時候 在他們的回憶櫃桶裡 找回他們很純粹 無條件地很喜歡一個人 就算沒有開花結局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回憶 只是靠幻想 已經完成到一個love story 所以看到好姊妹Math 公開和Locker的戀情 她都開心得飛起 我覺得她開心 我就開心 是否羨慕 我就是期待 我也期待一段 穩定又甜蜜的愛情 但會不會公開 讓你去穩定的關係 穩定就公開 她介不介意 如果她也不介意的話 我們有很穩定的話 那就公開 最近有沒有追求者 最近 不回答你 不是說笑 其實有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都很專心 前陣子的COLA演唱會 其實基本上的事 都是對著COLA的姐妹 完結了COLA的演唱會之後 我都躲在家裡 一天就自己作曲 或者是自己me time 看看書 可能都是跟 因為我前陣子的演唱會 懶惰了我的朋友 所以我最近 都是跟朋友的近況 可能單獨約 吃飯 跟他們上下播 聊聊天 因為有時候我發覺 原來 以為不見一兩個月 是很短的時間 但原來 大家都變得到 有不同的轉變 已經會有 提到轉變 WINKER都說過 最近收到不少泳瓜寫信 說覺得師父回來了 搞到他都很開心 事關這樣就是代表 泳瓜感受到 跟他的連結又大了 WINKER之所以能夠 做一顆跳跳紮紮的開心果 當然都不少了 姐妹們的功勞 我覺得搞搞是一個 超級知好的聆聽者 她給你的感覺是 她會聽你說你的 開心不開心 但她不會去評價你的 開心和不開心 而其實我覺得COLA 每一個姐妹都用她的方法 對我表示關懷 例如像Candy 她是愛的 內向一點 可能她的表達愛的方式 或者關心的方式 就未必是 WINKER 你怎樣 這些是我會做的事 我經常會說 怎樣 但可能她的方式就是 給你的時間 給你自己靜一下 給你自己冷靜一下 給你自己有空間 去調整一下你的狀態和情緒 我們再一起練 還有心靈是很溫的 心靈和MAP都很溫的 MAP就會經常講一些口訣 給我容易記著舞步 譬如托餐盆 摸一下大腿 這些 而且一開始COLA MY NAME 我也是記不到舞步的 她就會說 你當化妝吧 蓋粉 蓋粉 即她會說很多 很容易像的東西 令我記得舞步 心靈就是 不容易摸煩的 再跳 我們再跳 首先你的重心在這邊 然後在這邊 即她們個個都在用她們的方式 去令我做到這件事 這只是個團隊要做的事情 我一進步的位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但我自己會覺得是 享受跳舞 因為我自己會 以前都會覺得自己 我會經常認不住自己不好 即我自己 我本身不是跳舞的人 我又不是舞蹈員 我又不是練過很久跳舞的人 所以其實不多不少 對跳舞 是會有一種 沒有自信的 不多不少都 但現在我就會 用另一種角度看 就覺得 其實 不是人人都可以站在舞台上 這樣跳舞的 不是人人都可以 這樣享受舞台 即你有這麼多這些機會 其實你用了這些時間去 去PANIC 去不安 去想你可能會出錯 那不如 你用一些時間去珍惜 跟他們跳舞的時間 和相處的時間 還有說真的 演唱會 我們都是這麼辛苦 這麼難得 兩年多等了 才有這個舞台 在這個演唱會 我都領略了很多 就是 表演機會真的不是 凡子會有 所以 你是不是還要浪費時間去PANIC 那你一天就練多一點 你不明白 你就不要怕 問別人你麻煩 你就直接去問 問到 你自己原來都 覺得安心為止 你才再下一個步驟 每個人的PANIC 不同 就是大家陪著大家 還有因為 大家越來越熟 大家是一個FAMILY 真的 變相 我有很多不足 或者做得去更好的位 他們會好提醒我 變相我就會 少了一份幫安全感 然後我又會享受到 甚至乎是 例如Conser 可能心靈脫了一條裙子 比起以前 我們一定會很憤怒 怎麼辦 怎麼辦 他脫了一條裙子 但是我知道沒有什麼好害怕 這個舞台是我們在擁有的 我們在台上的表演者 我們有什麼事都好 我們自然處理 你跌了 我就幫你撿回去 撿回去不知怎麼辦 就放兩下 就是 你的心態會是 free up 了 還有觀眾 我想他們最喜歡看的 不是你沒錯 是你享受 所以當我一有了這個mindset之後 我覺得 很多事都沒有那麼緊張 以前Winker 時不時化身狗師傅 開live 跟大家分享愛心世界 但之前因為pre-part-tour言論 收到不少網民批評 他都慎言了 不再常常講經 所以榮瓜 看到師傅回來會這麼開心 是有原因的 如果你要說 那件事就肯定是 我第一次Solo的事 當時我也有跟他說 對不起 我自己也不想影響到你 不過可能也會有人討論一下他 其實我覺得 唯一一個可能不怕 就是影響別人 因為我自己很不希望 也很不喜歡 我自己的事 影響到別人的生活 還有如果對方 尤其是都不是圈內的人 我覺得他不應該承受這些 話題的壓力 就算是圈內的人 我也覺得 大家都很想專注 大家的作品 事業 我都不希望 這些外面的事情 會讓大家看我們 做我們專業的事情 會有另一個眼光 就像我做這首歌 我也很希望大家 喜歡我這首歌 會看到我的作曲 看到阿道 幫我們編曲的過程 我們做這首歌的 火花位 而不是只關注 阿Winka 你最近感情如何 其實那些 對大家來說 一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的歌 怎樣令大家開心 舒服 還有我自己 怎樣去prepare 我要做一個好的表演者 好像是 啊糟了 算了我還是不說話了 什麼都不說 我不說 就沒錯了 什麼都不說 但是 這個是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呢 好像太極端了 但是 你一不說 你一不就很說 那會不會中間位呢 但這個中間位 到底在哪裡 是很虛無的 因為你 你不慢慢試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 我很感激 可能每次團訪的時候 他們知道我可能會緊張 他們都會 OK的 OK的 你可以不說的 你喜歡說不說都可以 我們在旁邊 就是他們很給我支持 那我就 感覺一下 我覺得我今天的狀態 是可以給大家的 我說多兩句 我覺得今天 嗯 不是那麼好的 我說少兩句 慢慢去找回自己的部分 這件事是要一些時間去學習 去體會 還有就是 什麼都不說 你沒有了個角色 你沒有了個 別人了解你的渠道 所以 要自己微調 我經常覺得 時間漏漏長 我要表達自己的方式 不一定是用說話 我現在還有了作曲 詞 會不會作詞呢 會不會可能 涉及到編曲呢 其實我覺得 我表達自己的方式 都不一定是用嘴 所以 會見到我少了開Live 會見到我少了在訪問到 不斷拿著一支咪 說話 你拿一支咪 你拿吧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可能 擺在作品上 或者偶爾 有這個Solo的機會 去做專訪的時候 那我就再說 嗯 很急 可以 既然作品可以說話 那就要默默出多些新歌了